县长许舒华前往九九峰听取简报 了解海气球乐园工程进度之外 并由副县长王瑞德 观光处长陈志贤 公务处处长张孔岳等人 陪同走入工地 实地了解施工情形 观光处长处长简报指出 赤资5.2亿元九九峰海气球乐园 112年元月开工易经 截至8月底工程进度68.64% 比预定进度超前0.5% 预计114年3月完工 学县长表示 九九峰海气球乐园 最大特色是海气球体验 未来游客可以搭乘海气球 升空至300公尺高空 将九九峰美景尽收原地 饱览无息风情 海气球乐园 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 更具备亲子游乐 环境教育功能 打造一个适合全家休闲的游乐园 111年我们县政府 希望把南投县的观光 朝向另外一个层次来提升 所以我们在这个园区里头 我们将近五公顷的一个腹地 也将会盖全国第一 首座的海气球的公园 那这个海气球的乐园 第一个它是坐落在 我们九九峰这个腹地 尤其九九峰一直是 在我们国内 在我们的这种高山环绕 而且是这个蟲鸣鸟叫的声音 都非常好的生态环境 那将来呢 我们这个海气球公园呢 从我们的地面 来到我们的上空 总共可以来到300公尺 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座 那当然过去我们现在 在有一些的政府 还有包括民间 在办理的热气球呢 一般在体验型的 都大概是在50公尺左右 所以我们未来 可以到200、300呢 将会提供给所有的 这个不同的相亲朋友 一个新的高空的体验 那同时呢 可以把整个九九峰乐园的美景 都能够尽收眼底 那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乐园里头 来观看整个营造团队的进度 那我们现在呢 都已经是如期进行 应该是可以在我们明年的三月 如期完工 那完工之后呢 我们会再交由我们的OT的团队 就是我们的九九森 股份有限公司 那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合作的伙伴 也相当的多 将来呢 不仅仅会把我们在地的农特产品 一些优质的永续的产品 推荐给全国的好朋友 最重要的 我们会在这个园区里头 所塑造的 就是一个以教育环境 来教学的这个乐园 所以未来呢 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团队呢 也会建议啊 在投入更多的 这个软体的项目之后呢 希望让每位的大小朋友 进到这里呢 也能够礼敬我们的大地 敬爱我们的大地 尤其在这个过程 有很多像石虎啊 这些这个城堂在这边出没的 为了保育这些 石虎的这个栖息地 所以呢 我们这个营造团队呢 也都有把这些的野狗啦 或者是各种的生态 都顾得很好 这一点我觉得 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也期待 在明年正式完工之后 交由新的团队 再投入更多的软体建设 预计是可以在2026年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源 那期待呢 我们的九九峰的 亥气球乐园 可以把南投县的观光呢 提高到另外一个 永续发展的层次 那期待我们开源之后 带来南投县 更多的一个观光人潮 尤其台14线 还有国道6号呢 近年来呢 我们也会把 有很多的游客 也都会进来 我们也会把周边的 像鸟嘴团的 鸟嘴团在周边的 这些的环境跟景点 都会做一个整合 推出一个新的观光旅游 走线 让所有的民众来体验 徐县长同时鼓励施工团队 除了顺利进行工程 更要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 经由友善士气 做好生态保育 由于园区内 发现石骨气地 施工团队 除了请加速所协助 也有个问题 也用心保护原有树木 以及生态环境 乐园的每一块砖 每一个结构 都展现专业技术 同时也是带动 南投观光发展的 重要建设 记者成员至草屯镇采访报导